妙不可言 墳場散步 玩靈修 現在我去旅行 通常都會去 當地民間信仰很鼎盛的地方 廟宇一定是其中之一 近年靈修旅行大受歡迎 Lunny Planet德約作者周仲華 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參觀 廟宇和墳場 建立另類探索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方式 我們現在是北帝廟 在北帝廟其實都有兩幅很漂亮的門神 通常如果在台灣的話 畫門神的畫師的名字 都會在門神的箭套上見到他的名字 但很可惜在香港就沒有 台灣廟宇的門神種類 原來比香港多很多 周仲華特別買了一本台灣門神圖 例如廟宇供奉的神 是天后娘娘或者皇母娘娘 或者帝皇級的神 他們的門神可以是宮女和太監 民間信仰和藝術物不可分 不少都是最佳的旅遊手上 例如台灣金門的楓師爺 金門是一個其實不是很大的島 但在這麼小的島上 都有大約80隻楓師爺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當地 對於天地很敬畏 因為風師爺的作用就是用來震邪 擋殺甚至擋風 周仲華喜歡妙語 亦都喜歡到墳場散步 外國歷史悠久的墓園都受到保育 在家日的好去處 經常都會搞一些道想團 生活有時很忙 未必有時間去旅行零修 周仲華平時會做瑜伽打坐 亦都會去到家附近散步 找一些清靜的地方 我家附近其實有一個草地 平時的人都會匆匆忙忙地走過 不會休息一下 我自己有空就會到草地看書 甚至乎聽音樂 一些我們經常去到的地方 只要小心觀察一下 可能會有意外驚喜 大家